接下來要吊沙 從嘴巴的 這個有骨頭有沒有 順著這邊切 接下來就是剖順著喜蘭的骨 往下 可以看到的塞了齁 這個喜蘭味 這一塊是真的比較特殊一點 它再從這邊下去 往下 它真的好大喔 這是另外一個東西啦 它小小扣品嘗 我等一下先從最基本先取乾 乾到現在目前是垂在下面 這兩個骨頭跟中間一個骨頭 會有一個側骨 這樣看就覺得很大 去看喔 因為它裡面有點水分 越大隻比例越大 鞍康魚的上層也是有一個薄膜 可是在壓鹽的時間上喔 比較不同 來 胃齁 就好像在那邊洗那個烏賊有沒有 用高濃度的鹽 黏膜很輕易拿掉有沒有 我說實話 能夠料理到這種食材 我都感覺到很興奮 因為 因為實在是不容易 是在上一個生物客的感覺 對對對 好那一張 腸子 腸子 坤哥也是很好奇喔 沒有 我沒看過那麼大腹的 這麼大的 對 這比較少見 所以它的器官就很輕 所以 當下我知道北海道要寄來的時候 那我這個 是不是要找阿坤來幫我看一下 來 三寶吉 很可愛嗎 對 所以這樣也可以 喔很好吃的阿 對阿 這個整隻 整隻齁 都是好東西阿 哎呀這個 因為不好炸 對 要會處理 要會處理 好長喔 有沒有 這是剖開的嗎 剖開的 味噌鍋阿 應該就廚師自己 對我們廚師自己吃 對我們廚師自己吃 對對對 對對對 魚人的福利 來 我先把這一滴成長 來 有沒有看到 哇喔 很有趣喔 好 一樣 這叫鴨魚 對 我師傅常聊阿 安康魚是一個全身上下都很好吃的東西 包含它的 腮喔 我說腮怎麼也可以料理 他說 還是可以把它曬乾之後做烘 做烤的也很香 我吃過最好吃的魚腮 冰刺的魚 冰刺 你是說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下閘的那個魚 沒有喔 就是我們的那個阿 喔 它的腮非常好吃 來 我這邊要擠的過程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東西 就壓住它 對 將這個全部排出 我是摸著鹽的狀態才排出 那等一下這個東西要怎麼處理呢 它是整個這個 這個部分呢 我鹽鹽完之後阿 我要先洗過 汆燙 汆燙完之後它就變成 汆燙完之後它就變成 對對對 給燙阿 來 來 好 有複腸的 好 來 來我拿一個托盤 接下來就是它的比較厚尾段部分 這一部分我們就沒有料理了 這是大腸的部分 對對對 就比較髒的東西的部分 消化已經到回來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就掉了 接下來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身體 變成三寶 對對對 安康三寶 好 接下來 因為我已經把內臟去除了 非常好對不對 接下來要掉殺 去皮的掉殺 去皮 對 內臟拿掉就清了 公斤變8公斤 對啊 剩一大半 剩一點點可以 8公斤 對 好 來 還是很震撼 還是很震撼 股價還在 股價還在 股價就那樣子 來 教你怎麼樣脫皮 從肺部旁邊 從嘴 接下來我們要脫皮 脫皮要從哪兒 你知道嗎 來 從嘴部 這裡 對 從嘴巴的 脫下 這邊比較危險 沒關係 環切 剪刀也可以 剪刀也可以 因為那個 蛤臀是有刺的 用刀子很痛 手很痛 好 這個是蠻 蠻特殊的 因為一般的話 我都是在 砧板上殺 那 吊殺的話 也是一個很方便的方式 就是因為它這樣吊 我比較可以看到 每一個地 環節 對對 往下扯很快 好 去胚吧 有沒有 去胚吧 好 塞邊 我通常都會這樣 往下 提肉 提肉 說真的 我上次殺的時候 已經好幾年前 這大隻的啦 所以就還蠻懷念這種食材的 來 有點沙威馬 對 老闆來一份 九層塔 黃芥末 這就繞著嘴巴這樣一圈 對對對 它就可以整個 整件拉下來 然後接下來是這裡 我可以看一下 這裡 我剛剛下刀是在這裡 有沒有 好 這邊有沒有 這邊 這邊不是有一個 那個嘴邊嗎 我通常都從這邊下刀 對 它就會 它就順著有沒有 這邊就順著骨邊 這裡 這個有骨頭有沒有 順著這邊切 連接點 連接點 對 雖然我已經六年沒殺 我現在還記得 可能是以來記憶 對身體 身體是誠實的 不是 身體是誠實 不是這樣嗎 記憶點 好 來 我用抹布 我的那個乾淨的抹布 你可以試著戴綿手套 綿手套 對 比較不會滑 因為它黏液真的滿難多的 好 我真的感謝你們這麼晚了 那個 你看現在幾點了 一點多兩點了吧 在兩點 對啊 我們還在這邊殺魚 現在是跟著 一邊的 就像是一個 一邊的 三邊的 一邊的 老爺 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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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邊的 一邊的 一邊的 兩邊的 來,我這樣把它分開了 它這邊也都去開了 接下來就是脫皮 跟河豚一樣 脫皮的話 我的做法啦 因為我普通一個戴布手套也可以 那我比較喜歡就是用那個 那個我們的那個毛巾 為什麼要吊砂 原因就是說 我們在吊砂的過程中在脫這個皮 比較好脫 要不要配音 對對對 後製就不用配音 對對對 太可愛了 反線空間都好配音 哇 有沒有 這衣服就脫下來了 有沒有 很不錯吧 原來是要用這樣子用剝的方式 對對對 然後注意看喔 我在剝的過程喔 會遇到所謂的篩有沒有 這個篩 篩 那這個刺 刺邊的地方 我通常會這邊兩邊會下刀 我會讓那個皮帶著 在這裡 我們帶著那個 脫梨那層 對 脫梨那個 脫梨肉 有時候也是 因為我們以前很小吃 我們沒有蘿皮啊 然後我們就是 喔 皮很讚 皮個人認為是那個最重要的環境 最好吃的食材之一 所以皮也是飽 喔 皮是七寶之手 喔七寶之手 對啊 個人在調子就是說安安康魚只有乾好吃 那一般都是肉是乾的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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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創養那個乾的 對 但是 但事實上最好吃的還是 皮啊 他皮 沒有去強調吧 對沒有去強調 可是他長得這麼稠 啊 對啊 就是長得稠 有時候就嫌醜 就不敢吃 事實上皮是最好吃的 好 好 內圓已經拖完了有沒有 往外 這邊都拖完了有沒有 拖到底下了 我剛才看到他好像沒有軟 沒有沒有 所以 可能是長軟軟還是 還沒成熟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這個 這說實話齁 上次殺了也沒有軟 只有乾而已 所以你軟會留下來嗎 如果有 如果有會 因為他軟是帶狀的 有點像 帶狀的 來 這邊就把它撕起來 嗯 好了 尾巴這邊都分開了 對 分開了 好 接下來我就換麵了 換麵了 換麵之前 這個叫做洗辣 來 他的那個滑竹 這個很讚 對 最好吃的滑水部位 滑水部位 對 滑水 我們叫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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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跟你講一個很 有有在這裡 從這邊扯 前面扯完才會那個 便宜多啦 呵呵呵 這樣拔有個好處 嗯 就是 順這樣拔 不會被刺到 對 沒錯 順的拔 順的拔 對 而且尤其牙齒 沒錯 牙齒操住 對啊 這個非常利用 就這樣釣著 其實是不錯 釣砂的沙法 沒有沒有這樣的沙法 一般釣砂魚的 可能不一定有辦法這樣釣 對啊 因為家裡有在打小孩 哈哈哈哈 所以也是很難得可以看到這樣的處理方式 對 一般都是看日本他們有專業在釣砂 嗯 來 這個棋齁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就剛剛講的棋寶之一 這一段 好這邊齁 這邊不是那個 控制的地方 對對對 這邊 這不會是一寶吧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不算是一寶 但這一塊特別好吃 我跟你講齁 拉出來 這一塊肉 就是會帶著 帶著皮的 我們以前在殺的時候 就是會 會記憶住這個 這個部位 接下來是眼球部位 眼球不傷到眼球 眼球不傷到眼球 一個大塊 還剛一七寶 嗯 它軟 小是不是燒軟 沒有沒有沒有 等一下 骨肉都算 所以等一下 骨肉就另外兩寶 對對對 對對對 搭皮的部分都很療癒 對阿就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剝皮是最療癒的 剝皮是一下就起來了 好 我現在已經把那個背影稍微 阿下了對不對 來 這邊 騎的部分 剛我們下刀點對不對 這個地方 那這邊是不是有軟骨 有沒有 他騎軟骨到這裡 所以我在下刀的時候 我會從 順著騎軟骨 順著騎軟骨 往下 對不割斷 然後到達騎軟骨邊的時候 這邊是有肉邊 下來到底的時候 去到底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環節點 透點 對穿過去 然後刀膩 這邊有個骨點 你摸摸看這個軟骨 然後推著在這裡就好 推在這個軟骨點就好 就閃過它 對對對 閃過那個軟骨點 然後軟骨點下來往下 順著 我的皮會帶著這個肚子的這道皮 整道就是我們的 從中間這個肉 騎下 一樣 另外一邊也是 另外一邊也是 從這邊下刀 這我的皮已經拉到下面了 所以我從這裡 這樣也比較好抓 對對好抓好抓好抓 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釣砂法 也是 真的是 我覺得日本的師傅 會用這樣的方式 在處理這個魚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在那個 在直層線 好 來 它這個地方就是很深嘛 然後就會有這樣的食材 然後就會有這樣的食材 接下來就是後段 後段 皮整件就下來了 其實可以殺的很快啦 因為我是想說 就是細部一點 細部分解一點 告訴大家了解一下 對了解位置 因為我自己也想記錄一下 我看有一些小細節 在下次再殺的時候啊 我可以再多一些那個經驗 好嘞 五寶 五寶之 安康魚皮 這塊皮啊 到時候燙完之後 會縮起來再切 然後一塊一塊 做那個火鍋的時候 超讚的 這就非常的好吃 那一樣 我也是先 來點鹽巴 好 我覺得皮應該是最難處理的部分 我覺得 對 沒錯 真的 真的有難度 真的有難度 接下來就是取生肉 取生肉 來 下巴 那就是我中間中段肉 下巴取開 那你看喔 這邊有一個分骨 有 分骨 那 因為我把嘴巴在這裡 所以我這邊下面分開 很容易分開對不對 這邊小段骨 塞在哪裡 再往下面這裡 這邊有段骨 這邊有一個斷點嘛 在殺的過程中啊 我們都是在找那個斷點 慢慢殺 那 這個把它記錄下來 是一個很 很有趣的事啊 好來 沒有剛剛那麼大的部分 對啊很爽 沒有那麼清楚的那個狀態 沒有那麼清楚的那個狀態 欸 那天拿到你的那個 魚之後 我一直在想像說 如果今年度 如果可以有一隻安康魚多好 結果還真的來了 去年 欸去年我真的沒有買到欸 來 你看這裡喔 天梯 天梯 對沒錯 這個也有嗎 沒有啦 天梯 但我們講這個部位啊 就是它的塞有沒有 它的塞 天梯在這裡 對對對 上二 對沒錯 上二樓 好來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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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攜帶位 對 這不同部位是有不同料理吧 欸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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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料理方式都有不同的做法 來 這二下這邊有一個點 下刀 好 這是憑我以前的經驗啦 因為我以前在殺這個的時候 喔 都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 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 可以處理這個 你看這是一絲喔 剛剛講的一絲 然後這個骨頭就是 它為了瞬間 把嘴巴張 張大 對 然後可以把魚吸進去 所以它也必須要這麼 這麼大的 柔軟度的那個 骨頭跟骨頭 它這好大喔 超大喔 一般那種吞食型的啦 其實四孔宮也有類似的 這種在構造 可是 沒有那麼誇張 這個是比較大喔 三倍 三四倍 這個吞下去 跟著它口差不多大吧 來 這是上二 上二刺棋 好 這個相當好吃 這相當好吃 來 再來一個 上二刺棋 對 八寶八寶 這邊就是二錢對不對 對 我殺這個是比較慢一點啊 不用那麼快 這個 這個要小心喔 這邊都有刺 有有 對對對 兩層 對對對 兩層 兩層 很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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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的時候小心 記得嗎 心臟 心臟 來 夢幻之寶 心臟 心臟 魚的心臟是一心房一心吃 對 然後前面有個動脈骨 聽說吃了這個可以增加一夾子公力 我們來吃一下吧 為了點擊魚 好啦不可能 馬上 心臟吼 為了點擊魚我也敢吃啊 有沒有開玩笑 那天不知道誰跟我講的 喔是你喔 阿花之喊生吃 恩 生的阿 生的啊 沒有就感覺反應變快了 工作能力 我覺得眼睛都親民了起來 來 再來一包 塞 接下來就是這裡 這裡有兩塊 半血槽 這個 我們叫半血槽 對對對對 人家說很好吃 這個應該OK啦 中骨的不要吃 對對動物不要吃 這是野生的 這個我通常是也是另外料理 OK 好你看我已經把這個中骨剁開了對不對 接下來我要取中間 那很多人問我說安康魚可不可以生死 如果你處理的好是可以 但是他沒有什麼味道 我坦白說 他生死沒什麼特別味道 我都拿… 那個... 應該要吃 不可以 我 Wassiers 我 邃 你在嚇 屁股 呵呵 下巴 這一塊是真的比較特殊一點 他要再從這邊下去 他比較靠近那個肩膀這一塊 哇 這個 金甲骨 這樣講也是可以 不是說不行 他這邊有帶一塊這個肉 這一塊 這邊吼 兩塊雞肉 一塊是生肉嘛 一塊這一塊肉 我通常在這個斷骨的地方 他會 我會用剪的比較快 剪斷他的那個 對 剪斷他的那個 這邊 對 然後他會靠上面一點 這邊有一個點 有點生 等一下吼 好了 這塊吼 很好吃 我會盡量把這一塊帶一點肉上來 好 接下來就是這一塊中間 我要把身體取下來了 我要把身體取下來了 好 接下來就是這一塊中間 零八 稍等一下吼 把他弄起來 來一看吼 這邊吼 這邊有一個小斷點 我跟骨頭都在說 對對對 好 來 來 搞定 好完成 初步處理完成 來 這個就處理完了 接下來這個是嘴鞭肉 好 這是金頭 對對對 其實煮火鍋前要先燙過一次水 然後走冰水之後才能做火鍋 以上簡單的大部處理完成 謝謝師傅 好 我們剛剛已經用鹽醃漬的過程 它膜已經很容易分開了 提起來輕輕的 輕輕的我們就可以把膜去除掉 因為我們有去除掉 等一下我們牛奶在浸泡的時候 它進去的味道會比較好 就會很快 像我們周圍旁邊 再煮的時候我們小力一點 至於常常我們在說 剛可以做什麼料理 剛可以做什麼東西 那我想下次我們再來分享 今天我們做大部的處理部分 遇到好食材 對我而言我覺得是 感謝的心情是看待它的 因為不是每個食材都會經過 有這麼好的機會經過讓我處理 所以我很感謝它可以來到我手邊 這個是真的非常感謝 那我就把這個稍微去開 接下來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解釋一下 我現在去開的這個是正面嘛對不對 正面的尾端這邊不要去 對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是剛好你看翻過來 這邊是一個蟹槽有沒有 蟹槽要 等一下 我們去開的時候等一下就是 牛奶會進去 這時候我要 因為我們整個都剝掉的話 牛奶滲進去還會又跑出來對不對 對 但我要這一個地方 這是大乾 這是小乾 小葉部分我不要去掉 我有顧慮的 我希望它等一下泡完牛奶 它會微膨脹 讓味道有吸到 吸到的那個效果 那轉過來 來 前面那邊撥掉了 對不對 血還有 這邊也先不要撥掉 這邊先不要撥掉 前面撥就好了齁 血還有先把它推掉 就是也是要讓牛奶可以進去 對對對 那這邊讓牛奶進去的方法 我跟一般之前的那個不太一樣 大家只要把血水弄掉嘛對不對 那我的重點是我只要取動 寫出來之外齁 他也很方便進去牛奶 這裡 這裡取動 我解釋一下好了 這邊進去 插進去的時候 我把這一個膜 勾開 勾開的意思就是 我只要勾開這個膜的地方就好了 讓牛奶進出 外面進去會從這邊流出來喔 我這邊膜沒有掉對不對 可是我 因為外面會加壓的時候 他會從裡面牛奶會進去 把這個血排出來 對對對 所以這一面的這個膜不拔 只拔另外一面的 不兩面都拔 我只拔這一面 對 寫出來之外齁 他也很方便進去牛奶 好 這邊齁 一樣 輔助一個 一個 穿刺的點 他如果說 輔助一下 下個刀 好 去膜也不會散 因為我們有壓鹽 那這時候我們前面去膜 這面沒去膜齁 所以我要留 就是這樣 我另外一面牛奶進去的時候 他會從這邊排出來 把血擠壓出來 就是有去膜那一面 對 對對對 好來 對往下 往下 就這樣子 他做牛奶味噌湯 牛奶味噌湯 牛奶味噌湯 對牛奶味噌湯 奶香鍋 對用味噌下去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留這個在小肝嗎 他到時候會跟味噌一起炒 油會出來的時候 再把這牛奶倒進去煮成牛奶鍋 這個牛奶就是一開始他醃的 可是通常第一次的牛奶是 有的人是因為怕有血不喜歡 那我通常就是換新鮮牛奶 但這可以拿來煮粥啊 什麼 煮完之後他泡撈掉就好了 然後牛奶是可以再煮的 沒問題 接下來因為我這邊有膜的 下面那邊沒有膜的 有沒有 就讓他吸 他就一直滲 那我通常會蓋一個 這個 他這個是 好差多的那個 基本上這樣的話 我會放24小時 讓他確定完全乳熟的時候 我再將他拿出來擦乾 不用隨行 就濾乾 濾乾 濾乾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濾乾的時候 我就開始捲 捲成一條 可以對 然後或者是我直接整個 都不要離開 整個下去蒸 整條下去蒸的時候 我可以切片的時候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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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一個做法是 我就是把它切成丁 炒在鍋底 炒完之後 那個高湯沖下去 就是最棒的那個乾鍋底 乾的鍋底 七寶呢 我再介紹一下 乾 魚骨肉 胃 腸 還有我們腮 還有滑水 還有最後的魚皮 那我再分享一下 這個安康魚煮完之後 骨頭會不見喔 腳趾就整個化開 骨頭完全就融在湯汁裡面 這麼特別 謝謝 這個是安康魚鋼嗎 對對對 你看有橘紅色的油有沒有 做給你們吃 怎麼會是橘紅色的油 因為油脂相當的好 那天我們把它 血處理得很乾淨有沒有 對 就會像這樣子 然後你把它蒸起來之後 一個禮拜都沒問題 非常好吃 它乾真的好大喔 好吃的嚇死人了 這個東西嚇死人了好吃 可是它好厚啊 我故意切厚一點 這麼大塊啊 沒有了剩這邊的 我自己要吃 好剩這邊的 我的做法是稍微烤一下 讓香味出來 麻煩你們小口小口 好香 好不好 小口小口吃 好 因為這個畢竟也是 聞到那個香味已經在流光 稀油品 超稀油的齁 15公斤以上的那個 對啊15公斤 那時候大家說 沒看過這麼大的啊 吃這個也不亡只剩了 真的 美味的料理 所以我大概20年的那個水果醋 直接這樣搭配 它小小扣品嘗 然後搭配一點蔥 吃一口 如何 它的味道跟波子魚乾完全不一樣 完全兩回事啊 那是另外的東西啊 那個油脂啊 你注意看 因為它吃的東西是深海特殊一些 一些魚類 所以它的油脂是紅色 這個東西是越紅色越好吃 不管是蝦類也好 它在紅色狀態的時候 那個香氣 甲殼類香氣就出來了 哇 味道就很讚 所以高階食材 入口企劃 嘗嘗味道 嘗嘗嘗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即時上片通知 您的支持與鼓勵 是我持續製作影片的動力 大家掰掰